我們來看一下第一至第一的這個隱藏1到K藍 那1到K的話就很簡單 第一個吧 當你要隱藏藍的話 你需要先怎麼樣 把這個藍給選起來 那選的方式記得 游標請你點在那個藍的名稱上面 有個黑色箭頭往下有沒有 然後向右拉過去這樣就選到 選完之後按右鍵就可以了 這個範圍按右鍵 它會出現一個隱藏 把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隱藏起來了 OK 當然你想說老師那隱藏之後 我怎麼知道隱藏 其實很簡單嘛 你上面看D 應該下一個應該E啦 可是變L 你就知道這邊有隱藏 另外的話呢 其實你看這個這個地方 這個框線有沒有 其實它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明明一條線 這邊感覺好像比較粗一點 那表示它隱藏 那你說要怎麼把它變成不隱藏 其實要它不隱藏的話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往右邊一拉 它就開了有沒有 或者是說呢 我記得好像這邊按滑鼠右鍵 它一樣可以什麼 取消隱藏 它也可以讓你怎麼樣 或者你把這兩欄選起來 取消隱藏 它會出現 OK 所以如果你要隱藏的話 你就選它 如果你要取消隱藏的話 你就選這個跟這個的這兩欄 然後按滑鼠右鍵 取消隱藏就可以了 OK 這還蠻常用到的 因為有的時候你不想讓人家看到那個 有些藏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用隱藏的方式 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接下來的話要建立表格 除了範圍 它要套用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是表格樣式 有個關鍵字中等生前 後面加個10 意思是說你找到中等生前 這個第10個 然後名稱給它這一個 當然第一個 你要怎麼建立表格 其實很簡單 游標請你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就是A到D吧 反正你就把它放在這個範圍 這個其中一個儲存格 接下來的話應該記得 在哪邊有表格 有沒有看過 格式化為表格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要把這個範圍 這個叫範圍 如果要變成表格的話 那其實可以找到這個功能 那其實什麼叫表格 其實簡單講一下 它的翻譯 它英文名稱就是table 其實就是把它變成一個資料表的意思 只是說 這個跟原來的範圍 其實差異沒那麼大 只是說它會 可以做一些像類似資料表的處理 那我們要用哪一個格式化呢 它說中等生前 你有沒有看到中等 中等 那第10個的話你就這樣算 一個1234567 那理論第10個應該是這個 對 中等生前 有沒有 那什麼顏色 它有沒有成色或什麼色 表格 表格樣式 中等生前 所以看一下 常用裡面的表格樣式 中等生前 第10個 然後它前面都一個成色 不過可能是因為那個版本的關係 或許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版本是2019 可能是版本關係 不然理論上呢 這邊應該會 假設你們將來用2016的版本 應該這邊會一個中等生前 然後我們選第10個 所以道理一樣 我們就大概這樣方式點一下 接下來它問你範圍是不是這個 理論上它會幫你追蹤 有資料範圍 那應該理論上A到M欄 應該沒錯按確定 那有沒有標題 有 ok 一定要打勾 好 那你會發現有什麼差異 第一個就是它格式化之後 第二個的話上面會有一個下拉清單 那表示說它這個是一個表格 那表格名稱叫什麼呢 它叫成Score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你就打一個Score ok 然後Enter一下 好這樣的話就完成 名稱的話 記得把它輸入到這個上方這裡 ok 那這個部分就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有沒有 A1到M311 那沒錯 那第二個項目的話呢 其實就是針對這個工作表 進行列印設定 那列印哪一些 包含邊界 包含業手 業尾 還有標題列 那這個標題列 還有影響我剛才講 標題列其實是說 如果你跨業有沒有 你跨業之後 如果你沒有設定標題列的話 你下一頁就沒有標題 就是那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 那個很重要 我發現很多人不會 那如果你把它設定標題列 你以後列印出來 即便你有十頁 每一頁上面都會有欄位名稱 這很重要 你印出來之後給人家 奇怪 我第一頁有標題 其他為什麼都沒有 你是沒有學過嗎 ok 一定要記得 列印的時候記得要設定這個 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他說要在這個工作表 進行列印 所以這工作表 然後怎麼進行列印的設定 記得啦 通常是會在頁面配置裡面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列印的話 我的習慣是直接找這邊 進階項目 我建議 當然這邊有邊界 有方向 有大小 有什麼一堆 但是我的個人習慣還是點這個 點這個按鈕 為什麼 因為點這個按鈕的話 它其實全部功能都會顯示 它上面只是顯示比較常用的 包含邊界 有沒有 它這有點像一個範本 這個好像不好設定 所以我建議 你記得功能全部比較完整的 會是在頁面配置的右下角這裡 按下它 接下來的話你可以看到邊界 它邊界要多少 他說上邊界要多少 這邊有一個 上邊界2.4 水平至中對齊 所以我們找到邊界在這裡 然後把上邊界改為2.4 然後水平至中打勾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發現 其實從這邊點擊 記得以後如果要列印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 這邊找 上面不是沒用 因為上面功能 這邊都有 只是說這邊 是把一些比較常用的 把它列在上面 然後再切到邊界 輸入這個 跟這個打勾 這樣子2支A就完成了 那其他的話可以一起做 因為這邊還有什麼頁面 頁面 頁手頁尾 還有工作表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反正 它題目裡面有講到什麼 你就照做 如果沒講到 當然你就不要做 接下來就 B的話是頁手 他說在什麼 左側插入一個圖 那這個圖的話 其實應該是在 檔案的旁邊 就這個圖 在左側 所以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 切到頁面 的左側 頁面的左側 所以F跟這個應該是頁手吧 我看 頁手 所以切到頁手 那頁手 這邊有個自訂頁頁手按下去 左邊在這裡 那怎麼樣插入一張圖 其實上面有很多功能 插應該可以插得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游標移動到 這一堆那個按鈕功能裡面 請你找到那個倒數第二個 游標記得左邊 所以記得這邊的話 按下那個插入圖片的地方 這個時候他會問你說 那張圖在哪裡 那請你找到那個什麼 檔案 從檔案 然後因為我這個練習題的話 是放在桌面上 所以我在桌面上找一下 有一個練習題 你的208 然後找這一張 就是一張圖 然後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再來的話 它的大小 它是希望說 把它設定成60% 那怎麼樣設定 其實有些功能 如果你也不用特別去背它 其實應該可以猜出來 這個是插入圖 旁邊應該 有沒有 它旁邊就有個設定 圖片的格式 按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們看到它的大小 那這個大小 那這個大小的話 它這邊應該 比例要60 所以你就是 比例看到有60 OK 那因為鎖定長寬比 所以你這邊60 輸入之後 高60 這邊應該也會變60 你點一下 有沒有 它自動會兩邊 因為這邊有打勾 如果沒打勾 變成兩邊不一樣 OK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的話 就有設定 插入一個圖 並且設定為60 這樣應該就OK了 然後 其他的話 在中央輸入這些字 然後 換行 並且輸入下面的這個 OK 其實我剛剛已經有打上去 所以我就是 直接找到中間 然後把那些字輸入 然後換行之後輸入這個 Ctrl C 我剛剛已經在旁邊 因為這字比較多一點點 我就把它打上去 然後再去設定相關的這個字 字的那個字型 然後 然後 顏色為藍色 16pt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地方先把前面部分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這一題大概後面講完 大概就差不多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剛剛的話 大概字把它打上去之後 然後換行 換這個 然後字為 這個字體為這個 這個應該是送體 然後 藍色 16pt 所以我們怎麼設定字型的格式 這邊有個A 按下它就可以 不過記得一定要選取狀態 把它選起來 然後按下A 接下來的話 找到我們要的這個字 字體 這個字體的話是A開頭 所以你往下找 找到A開頭的那個字體 不過它這個 它有時候蠻怪的 前面奇怪怎麼都沒有A 應該在下面 你就找到這一個 然後找到16號字 16號字在這裡 顏色的話呢 找到藍色 藍色應該是這一個吧 藍色 OK 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第一個設定完畢了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在夜尾的中央 所以再來就是物業尾 夜尾中央顯示 它的夜碼 然後夜碼跟總夜數中間有個斜線 斜線的前後有空白 它這邊有講到 那我們就是怎麼樣 直接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切到自訂業尾的中央 中央在這裡 然後再插入那個夜碼 OK 然後記得 空一格 斜線空一格 然後再加上總夜數 OK 這樣就應該完成了吧 按確定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不過有個地方一定要加 但如果你沒加 我就想 工作表裡面的那個標題列 如果沒有加跟加有什麼差異 其實最大的差別 你們可以從那個預覽列印的地方 可以稍微看一下 預覽列印的地方 看一下這個地方 它如果假設我沒有加對不對 你按下一頁之後的話 上面的欄位名稱 它不會出現 有沒有 這總共有七頁嘛 每一頁都沒有 所以這樣如果你的頁印出來 說真的 如果上面沒標題 你不要說你上過這個課 OK 我已經講很多遍了 真的 而且這很重要 有些新人 有沒有 剛剛進公司的 真的每次印出來就沒有東西 我說你以前沒學過以Sale嗎 有啦 但是 可能沒有 老師沒教到 老師沒教到 所以以後不要犯這種 很低的錯誤 OK 不然的話 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最基本的 你如果不會 那真的 所以你如果要回到剛剛的地方 就版面設定這邊也有 按下它 那哪邊設定呢 工作表裡面的標題列 選一下就可以 不過你會發現現在沒辦法選 所以記得不要從這邊點 BAC回去 從這邊 這邊有個頁面配置 版面設定這邊點下去 找到工作表的標題列 記得是標題列 因為是橫向是列 然後選第一列就可以了 選的方式呢 請你把游標移動到那個 這個列的外面 點它一下 那它理論上會出現一個前的符號 1冒號1 1冒號1 就是第一列的意思 前的符號表示鎖定 絕對位置 OK 按確定 那最後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再按下預覽列印看一下 然後確定一下這個按下一頁 它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 那表示應該成功了 如果沒出現的話 你可能就是 或者是出現的狀態 跟你想的不一樣的話 那恐怕就是你設定的是錯誤的 好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就做完了吧 做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題呢 再把它存檔 我們最後的話這一題就把它另存新檔為 叫做EXA208就可以了 208 儲存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們基本上 208部分完成之後 待會再來看那個 302 302題好了 那就會跨入到 所謂的那個 圖表的部分 也就是把 如何把那個 資料做視覺化 也就是至少你不要全部都是數據 我希望用圖來表示 數據背後顯示的意義 那我應該怎麼樣去 會是 這個 圖表 OK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 可以看一下那個 第302題吧